我是自己在洗澡的時候 有一天摸到一個滑動的小腫塊 滑動的 對 然後那時候立刻上網搜尋 就搜尋到很多各式各樣的答案 譬如說 惠華就是良性的 知道是你自己罹患乳癌的時候 你的想法跟一般人很不一樣 你說好了 價值是乳癌 你怎麼想的 那個是做完很久的心理建設以後 要準備治療了 就幫自己打一些搶心針這樣 是豆漿 山藥 這些其實它含的這些 女性的荷爾蒙的量很少 裝在那裡邊 它釋出來的這些荷爾蒙的量 反而多 歡迎收看天關有幫 我是阿娥 10月份是國際乳癌 防治月 那很遺憾在 時代癌症當中 乳癌 女性朋友的乳癌 竟然位居第一名 每10個人裡面 竟然有一個是 碰到這樣子的事情 那怎麼辦呢 你一定會覺得說 擔憂 害怕 家人也不曉得 怎麼樣陪伴你走過這一段路 不要害怕啦 治癒率其實很高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 一起來認識一下 乳癌這件事情 防治很重要 邀請了許多好朋友 和大家一起來分享 首先介紹的就是 乳癌名醫 張金堅 張教授 教授好 妳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教授是 乳癌防治基金會的董事長 也是台大醫學院的榮譽教授 所以教授一輩子通通在講那兩例 要有這個毅力 還有耐力 然後希望大家都能夠治癒 是的 那接著我要介紹這位好朋友 是我們的抗癌鬥士米娜 米娜好 嗨 大家好 米娜是在 32歲的時候罹患了乳癌 是 然後2017年的時候 因為很多年輕的女性朋友 都有同樣的困擾 所以妳成立了一個 花樣女孩 夠 夠 夠 是 現在還出書 是 讓大家知道說面對乳癌 妳不孤單 我們待會兒來分享一下 妳的心如歷程 好的 謝謝 好 接下來這個了不起的 16年的時間 都在做個別個案的管理 我們邀請到就是 核性癌症治療中心的 乳癌個管師 我們歡迎劉淑慧 淑慧 大家好 16年 經手多少的 患者 從開始到現在大概 手上的病患大概七八百個 對 包含了治療期 包含了追蹤期 對 OK 好 如果需要個管師的時候 它可以提供很多 專業的協助跟幫忙 但是一開始其實大部分的人 都是很茫然的 也不會覺得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來講到米娜是 自摸發現的 妳怎麼樣發現自己 有異狀 我是自己在洗澡的時候 有一天摸到一個滑動的小腫塊 滑動的 對 然後那時候立刻上網搜尋 就搜尋到很多各式各樣的答案 譬如說 會滑 就是良性的 什麼之類的 就像一根鐵釘一樣在那裡不動 比較危險 對 然後有的說什麼會痛 有的說不會痛這樣子 但是因為太多說法了 所以那個時候就去看診這樣子 是 對 妳家族有這樣子的問題嗎 沒有耶 家族沒有人有乳癌 當妳知道是妳自己罹患乳癌的時候 妳的想法跟一般人很不一樣 妳說 好的家在是乳癌 妳怎麼想的 那個是做完很久的心理建設以後 要準備治療了 就幫自己打一些搶心針這樣子 因為我們找了很多資料 我自己找了很多資料 發現說其實乳癌 它雖然是有癌症 但是它其實算是身體外面的器官 它不是直接的像是內臟這樣 我們就告訴自己這樣子 但是其實妳在抗癌的過程當中 當妳確診的時候 妳做了五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 第一件事情 真的就是冷靜接受 因為當妳公佈妳癌症的訊息 會有非常多四面八方的人 要給妳建議 對 那這些建議不一定是正確的 或是想要賣妳一些東西 真的 她還叫妳要去拜拜的 對 還要觀螺音的 真的 真的 還要看一下祖墳 對 什麼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都會有 所以那時候我現在都提起病友 說第一件事就冷靜接受 然後皮包要關起來 對 要先 先冷靜 因為什麼都買得到嘛 不用急這樣 那第二個部分 其實是聯絡妳的保險業務員 如果你本身有商業保險的話 未來在癌症的治療 其實健保已經幫忙很多 但是有部分是需要 自己私人保險的幫助 那可以看一下妳的保單 有什麼可以使用的 那妳就可以決定妳要住什麼樣的病房 用什麼樣的藥物跟醫師討論 然後第三個是 申請病理報告 還有決定其他科別當後盾 這個我有點不太懂 這是什麼 就是其實我們在過程中 會有很多需要跟別的科別 尋求建議的時候 包含是譬如說像婦產科 是不是有需要先動軟啊 或是有沒有需要在化療前看牙醫啊 先補牙這樣子 我們可以跟其他的科別先討論 是 對不對 OK 好 還有換一張健保卡 對 我個人經驗是 通常我們在三十幾歲離癌的時候 那健保卡上面的照片 都是小學的時候 對 對 那其實很多晶片已經快不行了 那妳未來會有很多需要回診的時候 所以可以換一張卡片 然後完成妳的治療這樣子 OK 好 所以其實妳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妳是自己摸到一個會滑動的 但是不一定是會滑動 有的說會痛 有的說不會痛 來 教授妳告訴我們 乳癌有一些四大症狀 參考一下 先知道一下 基本上其實乳癌 我個人從醫這麼四十幾年來 大部分開來很多這些乳癌的病人 那些症狀真的很多 不過我要強調的時候 等一下我會再介紹就是說 其實我們不要等到有症狀再來找醫生 我們有的是篩檢 有的是一些知識來找醫生詢問 然後我們幫他做一些檢查更重要 這樣可以降低死亡率 而且早期去發現 但是畢竟還是有一些人會有症狀 比如說我們摸到陰塊 剛才阿爾林也講到了 是不是容易滑動了或動不動 這個有講腫塊 但是如果他更厲害的話 他就會跑到腋下 所以腋下有時候也會摸到腫塊 當然有其他的 比如說他長在乳頭的旁邊 可能會乳頭會出血 有時候因為乳頭長在旁邊 那乳頭被牽扯到 有時候乳頭會凹陷 甚至他有腫塊夠大的話 他會把皮膚牽扯 有時候皮膚會凹陷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要跟各位來介紹一下 一些比較典型的 比如說他腫塊在這裡 那因為腫塊他是癌症 所以跟旁邊會牽扯不輕 比較不容易滑動 基本上大家都會痛才來找醫生 其實乳航的這個腫塊 是比較不痛的 而且他會把上邊的皮膚拉下去 會看起來好像 皮膚好像凹下去的感覺 那更厲害的 如果在乳頭的旁邊 好厲害的時候 他會把乳頭牽扯進去 那當然有的人 有的人先天就 沒有滑的那個就不會 有的人先天就滑的多快 這個就是乳頭凹陷 另外一個就是說 乳頭旁邊因為有癌症的關係 他可能血管複密比較多 所以他就會流血 當然流血有時候也是良性的 不過有一部分就是惡性要小心 是 最嚴重的就是說 他大到不行又不找醫生 就整個乳房都變形扭期 那這種我們現在幾乎很少看到了 好 淑慧其實擔任個管是16年 對 那你在核性 核性應該是台灣第一個 有這種個管管理模式的 對 你有看過什麼七八一百個當中 那你印象最深刻的例子 其實我覺得就是從事乳癌個管工作這麼多年 那其實每一個病人都有他背後的一個故事 那其實我們會比較希望就是說 病人比較積極的去面對他 然後去治療他 當然也有一部分就是說 可能擔心治療的一些不舒服 那延後的就診 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那其實在幾年前我照顧過一個病人 其實他是一個就是先生已經過世了 可是家裡就只有兩個兒子 所以家裡都是男生 那當這個阿姨他發現乳房上有個總塊的時候 其實他不敢告訴家人 那他就自己就是吃偏方 然後不做治療 可是當他已經一發不可收時 他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傷口 那已經開始流血 他沒辦法換藥的時候 他只能跟他兒子說 那時候來就診 那我記得第一次我去門診看他的時候 其實我只聽到苦神 因為他就是逃避治療 他不想要成為小孩的負擔 那當時我們可以做的其實就是陪伴 然後安撫他的情緒 那再來就是解決他身體上面的不舒服 第一個換藥 因為他是必須每天換藥的 所以我們就請家屬參與 那一步一步的讓病人知道說 我們有在幫他 叫他怎麼樣子換藥 讓他身體變得比較舒服一點 那慢慢的我們就去進入了治療的一個療程 那每一次 其實每一次看診的時候 他回來醫院看診的時候 我都會去探訪他 那讓他覺得說 其實在醫院有一個像朋友一樣 每一次都會有人在關心他 那慢慢的其實他就是接受了治療 那現在其實他就是做了一段時間的治療 其實乳房的傷口已經癒合了 那他現在都會自己來 很多人說預防這個乳癌 我可以 就不要去攝取什麼雌激素 黃豆也不能吃 然後還有很多像是 有的人說什麼 山藥也不能吃 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不能說 但我們來告訴大家 正確的到底是什麼 不要猜 不要只是搜尋 有的資料是錯的 但是我們等一下告訴你的就是 最正確的 馬上回來 豆漿 山藥 這些其實它含的這些 女性的荷爾蒙的量很少 倒是我們有時候 這個喝的飲料裡面有 或者我們這個 塑膠袋的熱水的裝在那裡邊 它釋出來的這些荷爾蒙的量 反而多 趕快找我們的健康友方按個讚喔 FB裡面我們有機會讓大家 提供一下大家的粉紅力量 好 相關的訊息趕快在FB 看到我們的內容 那有機會可以拿到 亞斯蘭帶提供的 獨享的朋友限量版 平衡修護奇蹟乳粉紅絲帶版 希望你可以拿得到 回來問問題 豆漿我剛剛有問了教授說 有人講說豆漿 還有山藥 這個防止乳癌 這絕對不可以吃的 真的嗎 其實這個要從兩方面來探討 一個就是說 到底乳癌的成因 跟這個女性荷爾蒙有沒有關 其實是有關的 就是說 在這個長癌的 癌細胞的過程中 如果你有女性荷爾蒙跟它刺激 它癌的這個繁殖會比較快 特別在這個乳癌是有 荷爾蒙接受體陽性的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 豆漿 山藥這些 其實它含的這些 女性的荷爾蒙的量很少 再說這個女性荷爾蒙 它有很多的這個受體不一樣 有時候它對我們的心臟 對我們的骨骼 反而有利 真正的它的量這麼少 其實是不會導致乳癌的 倒是我們有時候 這個喝的飲料裡面 有塑化劑 或者我們這個塑膠袋的 熱石的裝在那裡邊 它釋出來這些荷爾蒙的量 反而多這個反而造就 可能我們這個台灣 很多年輕的女性 或者很多的女性得了乳癌 所以這方面 大家不要有一個迷思 就是說喝豆漿 除非你是把豆漿當作換來吃 吃到二三十晚 不然的話是不會得的 放心 真的 我是跟各位提醒 教授講得要聽 你不要冤枉豆漿 有一天他會抗議 我跟你說 好 所以其實教授 剛剛有提醒我們 有症狀當然一定要馬上 即刻去治療 但是篩檢的過程裡面 越早發現越好 怎麼篩檢 是的 我剛才已經提到 有很多的症狀 當然就是說不痛的腫塊 不過我們是期待就是說 在還沒有摸到腫塊的時候 就去偵測出 你可能有乳癌 那這一方面 我們的文獻報導 還有我們台灣的統計 都一樣 就是說只要你去做了篩檢 那你發現的這些 第零期第一期的這些乳癌 就很多 換句話說多了百分之三十 同時你做了篩檢以後 那你降低了死亡率高達41 這就是乳癌的X光射影 這個X光射影 那像這個 很多很多這個鈣化點 那這個就可能是惡性的 像這個鈣化點這麼粗 反而是纖維線流是良性的 那這個像這個腫瘤 好像一個心毛狀這樣長刺一樣 那這個也是惡性的 所以這種很小很小到一公分 我們就乳癌的X光射影 就可以呈現出來 那這時候就是第一期的 甚至於像這種鈣化的 可能是還沒有跑到乳管外面的 第年期的 那這個抑後就很好 比如說零期的百分之百的 五年活存率 那一期的也有九十三 所以這個就很好 那再來一些年輕的 剛才我們米娜 她很年輕三十二歲 根本沒有篩檢 我們篩檢是從45到69 每兩年X光射影免費的 但是如果你有家族死的話 就可以提早到四十歲 那麼四十歲以前的人 又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期待 有一個另外的一個檢查方法 那還好 因為有這個超音波 那超音波 對於這些致密的乳房 它的篩檢 不叫做篩檢 就檢查出來的 這個比例很高 那麼也許 它像安杰莉娜 有這個BRCA1 那這時候 我們就可能期待 要做所謂的磁症噪影 那這時候它的檢出力 還有它的這個特異度 也就高 所以基本上 我們一定要去做政府 提供的免費的這個 乳房X光射影 是 所以你剛剛有講到零期 一期 二期 它有分幾期 對 那麼剛才講到的零期 它就是說 它總塊還在這個乳管裡面 根本沒有跑到基底末跑出去 是 所以當然它就也不會 有這個淋巴的轉移 那這個就是第零期 但是當它跑出去基底末 但是還沒有到淋巴轉移 而且小於兩公分 這樣的話就第一期 第一期 那麼第二期 就是說它可能在兩公分到五公分 而且它可能在腋下 有轉移到三顆左右 那這樣的話第二期 那麼第三期 就可能大於五公分 或者在五公分以內 但是淋巴的總塊 轉移來有四顆 那只有第三期 那第四期就比較稍微差一點 就是說有遠處的轉移 叫肝臟 還有骨頭 腦 甚至於肺臟 那這樣就比較嚴重一點 米娜其實自己成立了一個 花樣女孩 夠夠夠 年輕女生會不會同樣 碰到的問題 其實比我們擔憂的更多 對 因為年輕人 他可能現在正在一個 譬如說事業充斥的階段 然後家裡的小朋友還很小 可能剛結婚或剛生小孩 或是未婚 那遇到的這些困難 可能跟以往我們早期想像的 就是年長的患者 遇到的比較不一樣 那譬如說包含第一個就是 可能年輕人愛漂亮 包含重建 以前重建相關的訊息 在網路上面得到的 比較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年長的患者也比較不會 重建的是比較少數的 所以就也有過就是年輕患者 在詢問年長的患者 重建問題的時候 有被責備說 你怎麼可以要愛漂亮這樣 但事實上我們覺得 這沒有衝突 因為你就算重建了 你還是可以維持很好的 就是檢查 過很好的生活這樣 是 我有個朋友 40歲的時候 罹患了乳癌 然後第一個淘淘大哭 沒有辦法看到小孩長大 他最擔心沒辦法看到小孩長大 我告訴你 治療到現在好得很 15年過去了 小孩已經成年了 所以真的治癒率很高很高 但我們剛剛講的 分了這麼多期 請問一下書惠 大家會在哪一個時期的時候 會覺得說 我要來找個管師好好聊一聊 拜託給救救我 其實這幾年 因為國健署的篩檢很推 所以其實這幾年 比較發現的病人 大概都是零期到一期左右 那這一群病人 其實他們一般來說 都會覺得說怎麼會是我 對 而且就會開始上網 搜尋了很多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 他們有時候都會把它 不管是好的 不管是正確或是什麼 他都把它放在他自己的身上 覺得他就是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那一群病人 他就會準備很多的資料 然後來跟我們詢問 那原則上 以我的方式 我都會跟他說 看到營地的程度的時候 就要把網路關掉 因為你在怎麼搜尋就是那一些 而且會自己嚇自己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把有疑問的問題記下來 然後跟你信任的醫生 跟你信任的個管師討論 然後得到一個答案 然後我們就朝著那個答案 然後那個治療去走 我覺得這樣子 對他這一群病人來說 會比較好 我覺得心理素質要高 要不然你會用 看到了很多東西來嚇自己 對 你知道每個人都是個體 你的狀況不一定跟他一樣 對 他的狀況不一定發生在你身上 你都沒問 你自己都問別人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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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其實會把自己嚇死 對 但是有些預防到底 對不對 我們看到安杰莉娜的囚禮 她是早期看到媽媽有 阿姨也有 快一點 切切一點 比較不會煩惱 是這樣嗎 等一下我們來請教醫師好不好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這些族群裡面可能她 得乳癌的機會比一般的婦女還會高 比如說 35歲才生第一胎 或者沒有給孩子餵奶 還有就是她有乳癌的家族史 而且她的家族史是 比較年輕就得了 或者兩側的 這些就她家族得乳癌的機會 有時候會三倍之高 其實你每一個月 跟自己身體對話 當某一天 她出現一些狀況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會發現 心理素食沒有我們想像 這麼容易 有時候隨便跟你講一個 說一句就生一個兒子 嚇死的一堆 真正死於癌症的 不一定真的是 有其他的疾病 來 我們看到 好萊塢的女星 安杰莉娜秋莉 沒錢買就快點 嚇到要害去 切除掉 她覺得硬勞永逸 教授你怎麼看 其實這個是對的 因為安杰莉娜她的媽媽 是卵巢癌 就驗出說有BRCA1 那這個BRCA1 一有的話 她的子女可能會有 但是不一定有 所以安杰莉娜秋莉 做了這個檢查 結果發現她真的也有這個病疫 那麼一有病疫的話 她終極醫生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會得乳癌 也會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會得 卵巢癌 所以她下地結心切除兩邊的這個乳癌 那麼大家會覺得說 她切除了乳癌 是不是迫向損行 就不再是一個漂亮的女星 不然因為我們現在的科技很發達 我們可以再重建一個乳癌 而且非常的 跟原來的幾乎可以模擬這樣 所以她後來又把卵巢拿掉 大家會擔心卵巢癌再不是你的 然後不會 因為卵巢拿掉 就不會得卵巢癌 她照樣可以和我們補充 所以這個BRCA1就是如果有的話 確實 一王性的乳王切子 是一個可行的一個方式 除了這些之外 它有沒有哪些是高危險群的 那基本上是這樣 我們都常常有講高危險 就是說這些豬群裡面 可能她得乳癌的機會比 一般的婦女還會高 比如說三十五歲才生第一胎 或者沒有給孩子餵奶 還有就是她有乳癌的家族史 而且她的家族史是 比較年輕就得了 或者兩側的 這些就她家族的得乳癌的機會 有時候會三倍之高 另外一側得 另外一側也會容易得 再來就是中年悔胖 這個也會得 還有就是說 當你更年起後 長期又服用這些荷膜的補充 這樣也會得 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吃高脂肪高熱量的食物 那這樣也會得 所以基本上這些你就盡量避開 有的是不可抗力的 我們就及早做一些檢查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在危險當中 也不危險 來看一下 要喝酒也不錯 對 還要喝酒 喝酒也很好 還有高脂肪 還有我講的 早夜精晚停精 因為她這樣的話 她在荷爾蒙刺激的時間就比較長 是 早夜精十五歲以前 停精在五十歲以後 那表示說她夜精的次數更多 她可能她得乳癌的機會 就稍多一點 所以早夜精晚停精 有時候也是要小心的 OK 聽醫生的話 早期篩檢 防治這些都很重要 對 那麼有沒有一些個人 來這個很重要的心情的分享 要提醒一下 來教授 我們基本上是這樣 如果說一個病人 他有得乳癌的時候 我們心理上的建設很重要 心理建設 飲食 飲食 運動 規律 對 塑壓 比如說飲食的話就是說 剛才講的 天天舞蘇果 健康五五五 還有要運動 運動就是三三三 就是要每個週三次 一次三十分鐘 心跳讓它最好 跳到一百三十下以上 但是老人家就不要跳那麼高 年紀輕的 再來一個就是要 心情要輕鬆 更重要的 睡眠要充值 再來一個 作業不要顛倒 不要熬夜這些 不要熬夜 不是只有年紀大的人 不能熬夜 我有年輕人真的也不要熬夜 明娜你有什麼好建議給大家 剛剛張醫師都講了 對 就是要 保持愉悅的心情 健康飲食真的太重要了 可是我覺得不太容易愉悅 因為你那麼年輕 得到的時候 你怎麼樣調適自己說 就是我了 渡到 我覺得在治療的過程 你會慢慢接受 也認識了很多 時間 對 時間 也認識很多很棒的夥伴 一起走過這一段 會問號滿多的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看一下 明娜這本書 面對乳癌你不不斷 這年輕人也會有 好 這算學姐 萬一碰到的時候 請教學姐就好了 這本書真好 真好 她也送了我好幾本 真好 真好 蘇惠有什麼好的建議 其實除了剛剛教授說的 就是均衡的飲食 然後適度的運動 其實每一個月 其實你可以自己做乳房的檢查 其實檢查我們不是要我們去發現問題 我們要去了解我們自己的身體 其實你每一個月跟自己身體對話 當某一天 他出現一些狀況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會發現 那時候我們就必須去救醫 是 因為我覺得過程當中 難免會有惶恐 害怕 有些害怕是來自周遭人給的壓力 聽多了其實是更害怕 所以我們怎麼樣能夠安頓我們的身心 在那個治療的期間 甚至在後續 你心靈上產生的變化 怎麼樣去尋求個管師的協助 原則上就是當個管師的話 其實當病人就是來醫院就診的一開始 其實我們個管師就會介入 那其實我們就會告訴他說 我們